嘿 你們好 我是Peter 今天來聊為什麼我們大部分人 總是對眼前的事情感到煩悶 上班煩 上課煩 念書煩 一堆煩 煩不完 腦海中總是不斷地冒出我到底在幹嘛 我還不是為了誰誰誰的期望 為什麼我要這樣對自己 這些種種的念頭呢 其實起因於大家的思維在一個小框框裡 用錯誤的動機來做眼前的這個事情 什麼是錯誤的動機 也許不應該用錯誤這個字眼 應該是說而後會讓你感到不愉悅的這個動機 我舉個例子 例如小明目標考上國考 他考上國考的目的呢 是為了得到社會的認可 可以擁有一個稱謂 並且可以安身立命 而他在準備考試的過程中呢 他不斷用考上這個國考 我才比一般人有能力 才能出人頭地來勉勵自己 結果呢一次沒考上 兩次沒考上 他的信心開始出現動搖 且每當要念書的時候 拿出書本 感覺到非常煩躁 很煩不想念 然後後來就硬念 然後念下去的結果呢 就是又很沒有效率 弄得自己很痛苦 又很沒有自信 不知道這樣子 魂魂惡惡的生活還要走多久 大部分這種煩躁的感覺 起因於你用要滿足自我標籤的這個思維去執行這個事情 當你將自我標籤拋掉之後 以其他想法代替 情況就會開始慢慢轉變了 例如想當上物理治療師 是為了可以幫助社會上行動不便的人 想去工作上班 並不是為了混口飯吃 而是為了用自己的能力去幫助這個世界 就像左手癢了 右手會幫左手抓癢 那是不需要原因的 是出於我們人類本能的 你會發現這給了你更多的力量往前走 因為我們不用將能量繼續消耗在滿足自我標籤上面 而是執行這個任務的當下 自我標籤呢 就是我執行 真的只是個虛無的念頭而已 思想 當你坐著 坐在這裡不動的時候 你的腦中告訴自己 我是一個很有能力的人 那這個能力很好的這個人呢 就是你給你自己按的一個標籤 你看 想 這個想法的當下 不管你想多久 你想一天好了 想一年好了 頭都想破了 你跟這個宇宙仍然不會有任何的改變 當然你的能力也不會因為你這樣 一直告訴你自己而有所變化 能力的成長來自於你這一刻的專注 但人生又有多少個一年呢 所以在你心中其實沒有認為一個標籤是真的 我們只有專注在眼前可以做的事情 才會往前走 大家有沒有類似過的感覺呢 可以留言互相分享討論 祝各位都活得瀟灑 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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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